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温哥华最著名的大学 UBC大学 这里就像一个小城市一样 超市理发店银行咖啡店都有 如果谁有机会考到UBC 可以先来参观一下 看看这里的生活环境 这里还有凤鸣州店 它就像连锁一样的 这里是一个他们一个生活的区域 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 然后是有那个公寓 UBC里面有一个日本小花园 它全名叫做新渡户纪念花园 是为了纪念新渡户教授而修建的 据说这个花园是被评为日本本土之外 最好的五个日本花园之一 而且这里四季各有不同的风情 在这里也可以品尝到传统的日本茶道 它是需要另外收费的 成人是那个七七块钱一个人 就和那个之前我们去过那个 Less Bridge的那个 那个日本的花园差不多 一进来就马上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UBC这个地方很雅很安静 平时这里有茶道表演 今天好像是新生报道 所以大学人蛮多的 UBC全名是布林甸哥伦比亚大学 有着百年的历史 而且大学名字在全世界是比较靠前的 听说学生人数超过五万人 整个校区就像一个小城市 占地一千英亩 西边就是太平洋 非常会选地方 这里还有个自然博物馆 看到吗 里面有那个鲸鱼的那个骨头 看到吗 这个自然博物馆里面有几万种陆地海洋植物等等的标本 他也是需要收门票的 感兴趣可以带小朋友来参观一下 超高历史 实际上有历史 有很�ugar 很含末 就是对 IF 这里面有些花 可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他们里面其中一个吃饭的地方 校区里还有这种咖啡店可以休息化 好了逛好了晚饭我们来列治文吃海底捞 列治文真的是北美中餐的鼻祖 吃都吃不完 吃海底捞最好提前定位 不然有的等了 海底捞服务好是没话说 然后它菜品的话有些是比较优惠的 就像这种肉类 你可以点很好的品质 也可以点普通的 而且它还能点这种半分的 上周我已经来吃过了 点了他们家新出的一个椰子鸡锅底 我觉得一般般啊 蟹喝碗番茄汤 最后吃个冰激凌回家 今天又是愉快的一天 拜拜